有一位高僧,他是一座大寺庙的方丈 因为年事已高,心中思考着有谁来接替他 有一天,他将两个得意的弟子用绳索调放于寺院后的悬崖之下 对两个徒弟说 你们两个谁能凭自己的力量从悬崖下攀登爬上来 谁就是我的接替之人 这两个弟子,一个叫民间,市民间,一个叫市民远 悬崖之下,身体瘦弱的民间 屡爬屡摔,摔得鼻青严重,还是顽强地在攀爬 当拼死爬到,抖壁 但是找不到着落点 摔落悬崖下,头破血流,气息炎炎 最后高僧不得不用绳索将他救助上来 而身体强健的市民远,攀爬几次不成功,便沿着悬崖下的小溪顺水而下 遇到树林,遇到进到山谷,然后游明山访明师 居然一年之后,明远才回到寺院 高僧不但没有骂他,胆怯怕死,将他赶出寺门 反而定他就为他的接替之人 所有的僧人都不解 高僧笑着解释道 寺院后悬崖极其的陡峭 是人力不可能攀上去的 悬崖之下,却有路可寻 若为名利所诱惑,心中则只有面前的悬崖巧壁 天不设牢,而人自在心中见牢 在名利的牢笼之中,徒牢地去苦争 轻则苦恼伤心,重则伤身损之 即重则粉身碎骨 高僧将五彩袈裟和西藏传于市民远 语重心长地对众生说道 诗言要听,但伸缩进退变化 乃圣人之道 明则因为环境而变化 智则随着情况的情缘而行 攀爬悬崖是诗出的奇难的题目 厌看弟子的心境如何 如果能够不入名利的牢笼 心中没有牢笼 顺天而行者便是我一中人 不久高僧在安详中圆聚 明远成为这种大寺庙的帮帐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间一定要懂得随缘 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去做 今天已经做了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去延续 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不要再去撞个头破血流 一切随缘 因为任何事情的成功 要依赖天时地利人和呀 因为我们所留下的该随缘 我们能够先播放 requests 请不复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